路透北京9月24日 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周五称 该行近日制定服务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行动计划 从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 除以签约项目外 该行将不再向中国海外 极港澳台的新建煤炭开采 和新建煤电项目提供融资 中国银行发布新闻稿并称 14.5.17 中行将加快行业受信结构调整 加强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余额管控 境内对供两高行业信贷余额占比逐年下降 加大对减排技术升级改造 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煤电灵活性改造等 绿色项目的受信支持 中国银行还称 14.5期间 中行计划对绿色产业 提供不少于1万亿元的资金支持 实现绿色信贷占比逐年上升 境内对供绿色贷款余额 占境内对供贷款的比例较13.5末 提升不低于5个百分点 力争达到10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此前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表示 中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 建设绿色能源生产 并停止在国外建设燃煤发电厂 政府将帮助发展中指出 casa rich문使用 市面中途公司 brit